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间万事躲得过初一 却躲不过十五 此时的提图司已然运筹帷幄 制定了周密的攻城方略 然而城中的犹太起义军却仍在义气之争中纷争不休 三派势力经过一番血腥厮杀 虽以龟病为二 但这两派人马对眼前的威王态势竟似麻木不仁 浑然不觉耶路撒冷这一次当真是要在劫南逃了 大约是公元七零年五月初 提图司一声令下 攻城战正式打响 耶路撒冷的城墙共有三道 提图司经过分析认为 面对大祭司约翰的坟墓的那段城墙是最佳攻击点 也为该处的第一道城墙比较低矮 从那里比较容易攻入里面的另外两道城墙 随着战鼓震天 炮声隆隆 罗马大军如滔天巨浪般向城墙汹涌而至 声势骇人 罗马大军装备精粮 由已驻扎城东橄榄山上的第十军团最为可步 他们的投石器威力惊人 能将重达四十多公斤的巨石如流星般轰向城墙塔楼 每次发射都令城上守军伤亡惨重 随着攻城锤的推进 大炮也在不断前移 眼看着罗马军队已如猛虎逼近城池 城破在即 犹太人虽曾从加鲁处缴获大量重型武器 又从安东尼堡中寻得罗马人遗弃的大炮 却因不安操作之法 这些力气在他们手中竟成了无用之物 无奈之下 守军指得以最原始的方式 投石 指标枪 射箭等手段 试图阻挡那些已贴近城墙的罗马精锐 然而 这些简陋的抵抗手段 又岂能与罗马军队的精良装备相抗衡 危难当头 昔日水火不容的两派起义军终于放下恩怨 并肩抗敌 他们向罗马攻城锤投掷火把 秘如咒语 赤裂如铺 迫使操纵攻城锤的罗马士兵提于招架 无暇撞击城墙 更有一些胆气过人的犹太勇士 三五成群的突出城外 齐系罗马军营 焚毁自重 拆除掩体 幸亏提图斯及时派出骑兵和攻守护卫保护自重 这才堪堪化解了犹太人的灵力攻势 连日敖战 双方互有胜负 令人惊异的是 除了一座塔楼略有损毁 耶路撒冷的城墙竟危然毅力 毫发无损 提图斯令军队暂歇之后 随即下令加强攻势 是要一举攻破城池 罗马的攻城锤终于攻效显现 第一道城墙轰然高破 疲惫不堪的犹太守军伤亡惨重 不得不撤退至第二道城墙 罗马军队如潮水般涌入缺口 迅速摧毁外墙 席卷成为广大区域 提图斯随即将大营移至第二道城墙之外 实则已深入城区的腹地 罗马大军更加虎视眈眈 又过了五天 攻城锤在显神威 第二道城墙中高陷落 提图斯本欲施以仁政 下令优待俘虏 禁止焚烧民居 然而起义军却误读了这份善意 将其视作罗马军队示弱的征兆 他们随即发起猛烈反攻 一度将提图斯大军逼退至城墙之外 罗马军队废时四日 方才重夺失地 这一次提图斯不再心思手软 下令彻底摧毁第二道城墙 随即将冰封直指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的犹太起义军已被困于第三道城墙之内 腹底愈加狭窄 抵抗之力日渐示威 更为致命的是 往日内战中 起义军双方互相焚毁粮仓的恶果开始显现 存粮早已耗尽 饥荒如同瘟疫般在城中肆虐蔓延 街巷之间处处可见骇人心魄的惨状 恍若末日降临 此际笼罩着这座昔日的圣城 约瑟夫如此写道 现在饥荒遍布整座城市 叛乱者 笔者注 是指犹太起义军 挨家挨户的搜查 抢走他们所能找到的全部食物 成千上万的穷人因饥饿而死 人们用全部财产换取一点小麦 然后藏起来 匆忙地把它悄悄吃掉 以免被他人夺走 妻子会抢夺丈夫的食物 孩子会抢夺父亲的食物 甚至母亲会抢夺婴儿口中的食物 很多有钱人被西门和约翰 笔者注 起义军两派的首领 处死了 而市民所经受的苦难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 没有任何城市曾经经受过这些痛苦 有史以来 没有一个世代比这些毁灭耶路撒冷的民族败类 更加罪恶招张 饥饿难耐的居民们 只得趁着夜幕掩护 冒着生死未卜的风险 潜出城外觅食野菜冲击 提图斯派兵埋伏 一旦勤获这些机民 便施以酷刑 继而将其定死于城墙前面 借此震慑城中守军 据约瑟夫记载 罗马人每天都会捕捉到五百人战俘 处于愤怒和憎恨 罗马士兵便以不同的姿势 把战俘定死在十字架上 战俘的数目如此庞大 以至于都找不到放石自驾的地方 这种做法其实是提图斯 对犹太人发起的一场无声的心理战役 但是犹太人亦非全无斗志 他们偶尔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比如他们成功地摧毁了一个 罗马人修筑的工程为敌 罗马人曾花了十七天 才建成这些工程为敌 六月中旬 罗马人再度建起四座巍峨的工程台 他们基于耶路撒冷的内墙笔件 第五军团在安东尼堡外建起第一座 第十二军团紧随其后筑起第二座 第十军团的第三座直指上城区 第十五军团则在大祭司纪念碑的附近 建起最后一座 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哈斯摩尼王朝的大祭司约翰 希尔克努 而建乃耶路撒冷城中的标志性建筑 罗马人欲以此为平台 架设工程锤 以其更易破绳 可犹太人却巧妙地纵火焚毁了第五军团的工程台 列宴席卷周围攻势 罗马军队焦头烂额 攻势再度收缩 提图斯随即在营地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决定修筑一道围墙 和为耶路撒冷 以断绝城中一切生路 提图斯认为 跟那些很快就要自相残杀的绝望之人交战 是毫无意义的 也很难找到足够的材料来重修工事 他的策略很简单 要么饿死城中之人 要么逼他们投降 是的 我好感兴趣哦 使着了 我们下一次决定修工事 动呗 了